兵马俑是我国一个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,乃至被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,可谓是众所周知,那么大家知道兵马俑的来历吗? 有人说和兵马俑和历史上突然神秘的消失的墨家有关,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兵马俑和墨家有关联。 未死去的人塑造泥像,石像,陶像,甚至青铜像是很古老的传统,在新疆二泰山发现了大量远古石像,最早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斯基泰人。 根据石像的模样以及年代,专家们想到了庄子,逍遥游当中记录了一个极北之国,被称为穷发国,因为这国的人士秃头,不留发辩,与石像的形象和斯基泰人的装束不谋而合。 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,吉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,生前怎样,死后还要怎样,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,他生前是称霸六国,不可一世的皇帝,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。 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。 所以,他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,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,能为普通士兵铸造真人大小,真人模样,颜色绚丽,无比考究的陶像。 华夏五千年唯有秦陵兵马俑,这其实是延续古代缅怀英烈的习俗,所以秦陵兵马俑代表的将士就是秦国的人民英雄。 一直以来,我们认为秦国的强大,秦军是虎狼之师,都是源于商样变法的军工制度。 在军工的激励下,敌人的脑袋在秦军的眼里,就是一级一级的爵位等级,固有首级一说,但这只是物质奖励。 而秦陵兵马俑就给了秦国将士巨大的精神力量。 他们知道,就算自己战死在异国他乡,国家也已经为他们住好了鬼立像,迎接他们英魂的归来。 他们的英雄形象会以兵马俑的形式供奉在皇家忠烈祠里,接受全国人民的缅怀和纪念。 他们虽死犹生,死而无憾。 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全世界人民依然能看到他们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。 他们的始皇帝都早已化作了皇土,而他们却依然神灵活现地站立在我们的面前,万里长城金犹在。 不见当年秦始皇,同样也可以说,秦人兵马金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 不过人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只有秦国会不惜血本,制作兵马俑鬼立,用来激励秦国将士,其他六国就不会想到这个办法吗? 所以,问题回到了,是谁让秦国制作兵马俑的? 这当然主要是秦国本地的习俗,西部游牧民族,大多有给亲人立十项的习俗。 而秦国就在周王朝的西边,一直跟这些游牧民族打交道,或许也受到了这种习俗的影响,但这种祭祀礼仪显然来自中原,而这些是一只神秘的力量带来的。 这只神秘的力量,就是史上最神秘的墨家。 很多朋友会吓一跳,墨家什么时候去秦国了? 看过动画片《秦时明月》的朋友都知道,墨家和秦国是死对头啊,是反秦最坚定的一支力量,墨家怎么可能还会去帮助秦国崛起强大? 关于墨家什么时候入秦的事,以后单独聊,你只需要知道秦国为什么有那么多逆天的黑科技,是和墨家有直接关系就行了。 毕竟商样,李斯这些法家可不会搞发明创造,同样用兵马俑做鬼力来祭祀,这也是源于墨家思想。 并不是后来的法家,墨家是墨子所创立的学派,墨子关于鬼神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天智。 名鬼,两天,关于墨家的鬼神论可以总结成六个字,尊天,是鬼,爱人。 这里我们把墨家和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对比来看,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墨家思想。 墨子认为,天神,鬼神可以保佑人,但必须以人的所作所为为依据,努力行善行义, 才可能得到天神,鬼神的奖赏和护佑,否则就会受到天神,鬼神的惩罚。 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,墨家的是鬼。 侍奉的是死去的亲人,而不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神仙菩萨。 所以秦国造兵马俑,做鬼力相,是为了祭祀他们为国牺牲的英雄,战死他乡的亲人, 而不是像后来人造关公相,拜关公。 所以,世上到底有没有鬼神,墨子并不关心。 墨子说,假设鬼神存在,我们祭祀他们,难道不是对已故亲人的爱吗? 如果鬼神不存在,我们祭祀鬼神的活动,可以让人们欢聚一起,增加彼此的情感。 这不也是一种爱吗? 所以,尊天主要针对统治者的,是鬼主要面向所有人的。 上至帝王下至黎民,是鬼的最终目的是奸爱,爱人。 墨家如何渐渐消亡的? 墨家的思想内容和当时的秦国产生了剧烈的冲突。 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,墨子都带着守成器械和弟子们为秦国侵略的对象义务打防守战。 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,这些轰轰烈烈的战斗如今只能靠想象了。 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,墨家耗劫了元气,人员死伤大半。 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,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,不少墨家参与逃亡海外。 东都日本,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,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垮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,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式集团。 那么墨家在秦朝之后彻底灭亡了吗? 当然没有,有一只墨家流派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直存在,并一直秘密发展到明朝末年。 相传,秦朝统一中国之后,墨家劫后余生的不多的弟子们被迫改教名,从此转入地下秘密流传。 这就是神秘的墨家隐灵教,其主持为当时的墨家巨子黄敬廷,学有所成的弟子约三百多人。 称为灵子,都以房子为号,分外放灵子和内传灵子,外放灵子中著名的有张良、徐福等,内传灵子有南兴涵、王飞等人。 燕国被灭后,燕国水师大将军狄昆率军逃到今天韩国的几州岛,探知东北方有三神山蓬莱,方丈、盈州。 当狄昆便劝隐灵教渡海立国,建立一个博爱平等的国家,隐灵教便派使外放灵子徐福、陈仲远、黄天穹等人计划到日本去。 于是徐福便以方氏的身份向秦始皇请求东渡求仙,得到秦皇支持之后,便有了徐福东渡日本给秦始皇求仙要的事。 最后在盈州建立国家。 在东渡的人中,教主黄敬廷的儿子黄天穹文武双全,能力最高,因此也一直野心勃勃,到西汉的时候,黄天穹和徐福的意见严重冲突,徐福主张和当地土著民族和谐发展,而黄天穹则有称帝之心,一心想着把当地土著民族训练成一支精兵,从而反攻大陆。 当时刘邦已经统治了中原,引灵教巨子知道儿子的野心之后,怕雄才大略的黄天穹又挑起战争,给墨家带来祸患,的同时,又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违反了墨家奸爱的原则。 于是就命令他远赴远传积辽州,永远不得回归故土,积辽州就是现在的美洲,当然这是传说,但是后来在南美洲发现了古代汉人村,据考证为徐福所带同男女的后裔, 这也为黄天穹远渡美洲的传说提供了佐证。 而作为四位外放灵子之一的张良,奉黄敬廷之命辅佐刘邦统一天下,传说中张良遇到先人黄石公赐兵书, 这黄石公可能就是为了引灵教的保密性而掩盖民意的黄敬廷,统一天下后,他知道刘邦不可能接受墨家的思想,于是在后来选择了墨家弟子,功成身退的教规。 龟隐山林 黄敬廷死后,巨子之位传给了内传林子,同样也是他弟子的南兴函,在汉朝以后的岁月中,就如同在人间蒸发了一样, 再也没有耳闻,一直在沉寂,只是在传说的直言片语之中,还能看出其香火未断,比如近时的鲁圣,唐时的月台,宋代的和武,元代的陆友,都是传说中引灵教的传人。 到明朝末年,行将旧墨的引灵教只剩下了两个传人,一个外放灵子,一个内传灵子,最后也无法维持下去,不得不封闭引灵洞府,至此,墨家唯一的传承机构。 就此关门大集,后来,人们根据传说研究,引灵教又称为引教,是由墨家演变而成,分墨子为始祖,到第七代巨子苏孟泽时,在京西神龙山白云谷,建立了引灵洞府,从此墨家有了固定传承之地,因为思想和封建帝王,中央集权制严重冲突,各时代都对其严加打压,因此,引灵教一直秘密传承,直到明朝末年,到了山穷水尽,不得以封闭洞府。 冰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,而探索它深处的奥秘,一直都是人们的热门话题,无论是从历史,文化,艺术,还是工艺的角度。 冰马俑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,令人们叹为观止,关于它的历史谜团,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探索,关于冰马俑坑的焚毁原因。 有些专家还认为是当时人们采取的辽济藏俗,但也有专家认为冰马俑没有被人为焚烧过,这只是漫长岁月里,彭木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叹话所致。 秦始皇冰马俑以其壮观的军阵气势,精美写实的人物造型,高超的制陶工艺让世人震撼不已。 关于一号坑军阵的排列问题,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,有人认为是一个方形的军阵。 用来抵御外敌入侵,秦勇考古队队长刘战成认为,是用于防守的原型军阵,象征护卫秦始皇,究竟结果怎样,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,这个问题也许会找到答案。